好 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要进到2-1部分的课程 这个影片老师必须要先说一下 基本上是得来不易 因为老师先前先录了这个影片 但我录了第一个版本录完之后 我们的影片声音是完全没录到的 所以我就变成我全部要重新录 然后结果中间过程 第二次重录的时候录到一半 结果朋友打LINE电话来 结果又中断了 所以这个等于是 其实我这次我大概录了第四次第五次的版本 因为中间只要不够满意 或者我觉得讲的不够好 其实老师也都是就不会上传这样子 OK 所以希望我们这一次 我们可以顺利的一起把它给看完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来 我们要开始了 那我们进到了什么 接下来我们的课程要进到了 2-1我们的生物体的基本单位 我们要讲的 要介绍的呢 其实就是细胞 那为什么 我跟你讲 我们先前是不是先介绍完显微镜了 为什么要先介绍完显微镜 再来介绍细胞呢 你要知道哦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所有细胞学说的发展 基本上它跟显微镜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讲 我要研究细胞 我得看得到细胞才能研究嘛 对不对 所以我要怎样看得到细胞 我得先让显微镜有发展 我是不是才有机会看清楚细胞 所以我跟你讲 最早最早 我们有一对 叫做扬升副子党 提出跟那个什么 发表了一个最初代的显微镜 这个听听就好 发表出最初代的显微镜之后 当时的科学家 绝对是哲哲称奇嘛 每一个科学家 人人都拥有一台显微镜 大家开始什么都可以看 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看到 很细微的世界 知道吗 那渐渐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很初代的显微镜 一定有人会去改良它 慢慢的越来越改良 改良改良 放大的倍率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对吧 那当这样的放大倍率 变得越来越好的情况底下 我能看到的东西就越来越透彻了 直到这个人 我们课本有介绍 这个人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第一个科学家 这个人叫做虎克 虎克他自己改良了显微镜 他用他自己做的显微镜 去观察我们软木塞的切片 在他观察软木塞切片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大堆蜂窝状的小格子构造 他形容说 这些蜂窝状的小格子 很像当时教堂里面 那些教室们住的小房间 刚好也都是像这样的一个形状 而那样的小房间 刚好名称叫做sale 于是他就拿这个英文单字 来形容说他看到的东西 而我们后人就说这样的sale 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什么 我们就会把它翻译 理解成这个东西 我就称它叫做细胞 可以吗 所以虎克用了他自己的显微镜 提出了细胞这样的概念 那其实也影响了后人 因为他是第一个史上 第一个提出细胞概念的人 可是其实他有点阴错阳差 为什么 因为他实际上 他提出细胞概念 他发现的其实是不是真正的细胞 他以为他发现细胞了 但实际上他发现的只是残存下来的部位而已 我们要照软木塞取之于植物 但他毕竟是由植物做成的制品了 这样的细胞其实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 细胞其实已经死亡了 懂我意思吗 而留下来的其实只剩下它的外壳 而这样的一个构造 我们称它叫做什么 你可以写上 这样的外壳 它其实叫做细胞壁 所以稍微可惜了 虎克 他是提出细胞的概念的人 但你要特别先了解一点 虎克提出了细胞概念 但是实际上 他发现的只是死掉的细胞 他残存的细胞壁罢 可以吗 所以这里你要知道 虎克提出细胞 但是并不是什么 他当年看到的并不是什么 真正的活细胞 他看到的只是残存的细胞壁而已 所以如果题目连带的考你什么 题目如果连带考你说 哦 虎克他发现了这样一个构造之后 他提出了细胞学说 老师要特别提醒你 如果题目说他提出细胞学说 那这样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是错的哦 因为他只有提出细胞概念哦 他看到只有死掉细胞哦 他们提出什么细胞学说 没有 细胞学说谁提出来的 我等一下跟你讲 好不好 所以先记得虎克做的哪些事情 那你看他是不是也是什么 他自己改良纤维巾 他做得到这些事情 所以我跟你讲细胞学说的发展 细胞的相关理论发展 跟显微镜息息相关 等一下我要继续验证这个说法 第一个part 看看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你ok 你可以自己先按个暂停 先稍微整理一下思路流程 接下来老师要补充一个小故事 接下来老师要补充什么呢 老师要补充一个科学家 这个你到时候开学 一定有很多老师会跟你提 提到虎克就不得不提 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自自显为净的一个很厉害的 他算科学家吗 其实也不太算 他算是一个卖部的商人 不过他对相关的研究很有兴趣 他叫做雷文霍克 雷文霍克他算是一个商人 他主要是经营在卖部的事业上面 但我跟你讲 他毕竟是卖部的 他在剪裁上 一定有他独有一套的学问 那我跟你讲 取而代之就渐渐的 所以他的什么东西 他的手的技巧就非常好 雷文霍克看到大家也都有显微镜 于是乎他干嘛 他运用他的手工艺技巧 他也自制了一个显微镜 非常厉害 而且因为他工很细的关系 他所制作出来的显微镜 放大倍率 比当时世界上 任何的一款显微镜 放大的倍率 他做的都比人家更好 而他做出显微镜之后 我跟你讲 你看当时在那个环境下 其实你根本没看过细微的东西 你有一台显微镜 你一定干嘛 你一定到处观察的嘛 可是我跟你讲 雷文霍克跟虎克身份不一样 虎克贵为皇家科学会的一员 他的身份位阶跟地位 其实是有一定 在社会上是有一定地位的 他可不可以平常 没事跑出去路上 然后到处乱看 拿着显微镜乱看东西 会有损他的形象 所以你看他看的是什么 你看看软木塞 软木塞在哪里 红酒瓶 他看的东西都是一些比较高级 可能平常人没办法接触到的 但我跟你讲 雷文霍克他的优势点就在这了 他不过就是个事情小明而已 所以他可以干嘛 他想看什么 他就看什么 于是乎别人在聊天的时候 当时又没有刷牙习惯 别人在聊天 牙齿上有牙垢 他就直接给怎么样 雷文霍克他老兄就直接冲过去 抠人家牙垢 抠人家牙垢之后 然后下去做研究 也因为这样 我跟你讲 雷文霍克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贡献是什么 他提出 他发现了细菌 那人家如果问你说 他怎么发现细菌的 你要讲得出来 他发现细菌的由来 就是因为他抠人家牙垢 而发现细菌 而实际上 雷文霍克不只发现了细菌 雷文霍克因为他看到倍率大 而且他到处 他什么都看 到了一个新环境 他就把池水捞起来 什么都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的 而他也把他看到的东西 全部都记录下来 画成图 然后寄到皇家科学会去 但是我跟你讲 那时候的人 一开始信他 也不信他 当然不信他 我们不是科学家 那你没事寄这个东西过来 但我想 虎克是非常支持雷文霍克的 有了虎克的背书 雷文霍克的研究 是被世人渐渐的所接受 甚至当时还要破格 就颁发说 给你一个科学家的位置 不过雷文霍克也很 这个人也非常的厉害 他也很有风骨 其实应该说 他应该是当时比较 他不在意这些名分 他是一个比较 属于 不会追求 这些名利的人 所以 他当时是没有接受 这些 这些 邀约的 但他还是持续去 做他的这些 研究 也因为他发现了什么 也因为他发现了一大堆的微生物 那这些微生物 我们后来 其实他开启了后续更多科学家 踏入研究微生物的这个范畴 所以他等于开启了什么 后续的微生物研究 所以他说 我们就说他开启 开启 了 微生物学研究的大门 可以吗 所以 微生物学 研究的大门 所以又有一说 就有些人给他一个名字 跟你说 雷文霍克 其实就属于什么 我们就说他叫做 微生物学之父 不过我有点担心混淆你 因为如果你真的拿 那个微生物学之父 去Google搜寻的话 又会搜寻到另外一位科学家 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未来老师再有机会 再补充给你知道 OK 好 所以目前为止 来你要知道 我多补充雷文霍克这个人 然后题外话 雷文霍克 他看到的东西可夺着呢 他也是提出精子概念的人 我跟你讲 因为他没有什么形 他也不用担心什么形象嘛 所以什么东西 都可以拿来观察一下 所以包含他的精益 他也把它拿来看 而他提出精子 不过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其实很吊诡 因为精子 我要先偷偷跟你说 精子他超小的啦 你要看到精子 可能要400倍 500倍的显微镜 才看得到 可是雷文霍克 当时的显微镜 其实只有200倍 那他到底怎么看到 这样的那么小的构造 而且他提出精子里面 可能还有小baby的构造 他还画得很透彻耶 那我跟你讲 可能目前科学家的讨论 其实就其中可能嘛 要嘛 其实就是雷文霍克怎么样 有可能是雷文霍克 根据他可能细微看到的一点点 可能看到一些小黑点 跟他个人的推理 猜想而画出这样的构造 也有可能 其实雷文霍克 他根本就有放大倍率 这么高的显微镜 只是没有被保存下来 你要知道 雷文霍克当时的家里 是堆满显微镜的 为什么会堆满显微镜 因为雷文霍克有个癖好 他观察完一个东西之后 那个显微镜就不会再使用了 他就会放在旁边 他会再做一台显微镜 所以他基本上一个显微镜 他只看一个东西 一个显微镜 只看一个东西 久久之家里会堆满的显微镜 因为他看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嘛 而当时的环境 也经历了一些动乱 那这样的雷文霍克 他的显微镜 其实现在被保存下来 只有一点点点点而已 那有没有可能 没有被保存下来的那些 有倍率更高的 其实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也是一说 这也是一说 好这个当初补充给你 国中你说生物会不会考 可能不会 但是既然我们都提到虎课了 我觉得不把雷文霍克一起提出来 其实超可惜的 OK 所以我就一起补充给你 让你知道了 那进到了考试的重头戏了 真正提出细胞学说的人 那我们就要讲到科学家 许旺和许莱登了 他们一个人是动物学家 他一个人是植物学家 然后我要跟你讲 你不要给我看到许旺 你就给我想到什么 你觉得老师 他是我们台湾人 还是他是中国人 不是 你也不要看到许莱登 你就以为他跟许莱登 大饭店有关系 每一年都有学长姐在那边讲 老师 他是什么 还是 他是大饭店什么 不是 拜托不要给我耍智障 许旺 他名字是许旺 和许莱登 他们都只是翻译过来的名字 只是刚好翻 他们都是开头的音 翻出来就刚好很可爱 这样 我跟你讲 他们算是他乡育库之 一个是动物学家 一个是植物学家 怎么搭上边的 动物学家觉得 所有的生物 他观察了各种生物之后 他觉得所有生物 应该都是有细胞构成的 植物学家观察了植物之后 他觉得所有植物 应该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在一次因缘际会下 两人认识了彼此 交换了研究的心得后 发现 哎呦 原来我们这么近 于是他们综合了 他们的理论 提出了细胞学说 向世人提出细胞学说 所以请记得 细胞学说真正的提出者 是许旺 和许莱登 不是虎克优 考试请你特别的小心 可以吗 那细胞学说的内容是什么 有些题目会问你 所以可以的话 你干脆把内容记起来 会最保险 他跟你说 所有的生物体 基本上都是由细胞所构成的 那其实两句话 其实蛮像的 生物由细胞构成 而细胞就是构成 生物体的最小单位 这是许旺 跟许莱登 提出来的细胞学说版本 我会这样讲 就代表着 他们提出来 其实是什么的 他们提出的是初代的版本 而现代的细胞学说 还跟当时许旺跟许莱登提的一样吗 我跟你讲 87%像 只有一点点点儿的不一样 那什么点点点儿的不一样 我们就要提到一个人 他叫做未修 或叫做非可 真的就是翻译问题 未修或是非可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科学家 而他同时也是一位医生 他同时兼具了非常多的什么 他兼具非常多 反正在各领域 他也是能够展现他的天分 那他做 他帮现今的细胞学说 做了一个补证 古代的细胞学说 就是许旺跟许 也没有到古代 比较先前初代版本的 许旺跟许莱登的版本 只有这两句话而已 而未修跟非可 他解释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他解释 他加上了 他帮细胞学说 加上了一点 他加上什么 他跟你说 所有的细胞 所有的细胞 都源自于已存在的细胞 都源自于已存在的细胞 所以你记得哦 这一题的答案 一不一样也不一样 有一点点的差别 现在的细胞学说 又多补上了这句话 我跟你讲 这句话可以解释什么概念 你想一想 要不然你看哦 生物由细胞构成 细胞是构成生物体的最小的基本单位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怎样 为什么细胞可以真的可以构成一个生物体 那细胞怎么变多的 原本应该只有可能只有一个细胞嘛 那我怎么发展成一个生物体的 当时是很困扰人们的 那么一样啊 我跟你讲 随着显微技术的发展 我们连细胞核内 有个东西叫遗传物质 我们连遗传物质的变化形态都观察得到 我们才可以开始知道原来细胞是会分裂的 所以所有的细胞都会分裂 那分裂之后 那它原本就是什么 它会来自于它原本的细胞嘛 从它原本细胞分裂而来嘛 所以所有的细胞都是源自于怎么样 一个已经存在的细胞所分裂而来 可以接受吗 而这一句话加上去 才会是目前整个比较完整的细胞学说 除了去叙述 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以外 也同时去告诉我们 生物的来源 都是来自于已经存在的细胞 可以吗 好 这是我们一个延伸的一个小补充 让你稍微知道一下 那你记得哦 不外乎 你要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是 整个细胞学说的发展 谁提出细胞的 你要讲得出来 虎克 谁才是真正提出细胞学说的 你要讲得出来 许旺跟许莱登 而现今的细胞学说 跟以前他们许旺许莱登提出来的 有一点点的差距 他把什么 他把第三 我用绿色字写的这个东西 做了一个加上去的过程 那这样子会让细胞学说变得更完整 可以吗 好 那我跟你讲 如果你有任何 就是听了之后 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想跟我讨论的 你就记得都可以 直接留言在YouTube底下 或是私讯加完LINE跟我说 就任何问题 就老师我觉得 有哪里我觉得不太懂 你可以告诉我 这是什么意思吗 都行 都行 有任何问题 就随时来跟我与我联系 好 那我再把下面这里介绍完好不好 我介绍几个常见的细胞 给大家知道 稍微看一下 我们常见的细胞 我们讲 我们讲一个动物体的好不好 这个跟你比较息息相关 第一个我们要介绍 叫做口腔皮膜细胞 而在后面 可能 可能疫情关系 你们去实验室 也不见得会给你做到这个实验 因为做这个实验 要嘴巴打开 你们现在都戴着口罩 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那我跟你讲 这个口腔皮膜细胞 基本上你的口腔 就存在这样的细胞 那这样的口腔皮膜细胞的功能 我跟你讲 其实超简单 它在口腔 它功能就是干嘛而已 我跟你讲 就是保护啊 所以它的功能 其实存在的功能 就是保护 但我跟你讲 平常 我要看到 我们口腔皮膜细胞 最重要的这个构造 叫做细胞核 是很难看到的 平常如果我这样 刮一刮 然后你直接放在显微镜下看 我跟你讲 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必须要让它 跟周围的差异性出来 所以我们会添加一些染剂 来让它变得更明显 更清楚 而那个染剂 你可能可以的话 要记得 记一下比较好 来 以什么东西 来我帮你写起来 来有两种东西 可以增加 我观察它细胞核的简单程度 第一个 叫做点液 而另外一个叫 亚甲蓝液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亚甲蓝液 还有点液怎么样 利用亚甲蓝液或点液 来使怎样 来染细胞核 让我们的细胞核 可以更明显 更容易的被观察到 可以吗 好 以点液与亚甲蓝液 染细胞核 让细胞核更容易的被观察到 所以你看到 我们这个实际上 在显微镜一下 看到就这样 你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蓝色 深色的点点 你看到它是不是就跟周围 很明显的颜色差异性 这就是染色后的结果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看到细胞核 细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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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一下你行不行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再来我要补充一个 来你可以帮我在神经细胞那边写 最长的细胞 如果要找一个身体里面最长的细胞的话 就是神经细胞 非神经细胞莫属了 而神经细胞也有另外一个名字 我们就会称它叫做神经元 所以未来你考试的时候 只要看到叙述讲神经元 神经元 其实指的就是神经细胞 神经细胞的卡通图 长成这个样子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要画这样的箭头 因为我跟你讲 这里叫做什么 这里包写上 这里是它接收刺激的部位 我们神经细胞 藉由这个接收刺激 而这个部位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是我自己补充的 你其实听听就好了 但你如果先学会的话 我觉得也是有利 只有利没有弊 这个构造的部分 来我现在要着绿色的这一圈 这一圈我们叫它什么呢 聪明的你 这一圈我们给它名字 我们叫它 树图 OK 这个地方 我们叫它树图 像树一样 那我跟你讲 它的功用主要就是干嘛呢 我跟你讲 它的功用主要在于 接收刺激 接收到这个刺激之后 我跟你讲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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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细胞核的所在部位 所以这是它的细胞什么体 我跟你讲 这叫本体 这叫做细胞本体 OK 而后面我们在国中 我们称它叫做神经纤维 我接收了刺激 这样的刺激 藉由本体处理之后 是不是要把这个刺激 再传给别人 这样才可以达成 一个传一个的功效嘛 那我这样沿途会这样 一路这样传过来 然后这里 会把讯息给传出去 对吧 所以我跟你讲 这里这个箭头 你可以告诉自己 是传出讯息的 好 我写过去一点 这样子有点卡到了 所以传 D 讯息 好 所以一个是接收刺激 一个是传 把讯息传出去 OK 那这个部位 我们叫它什么名字呢 那这个部位 我们就叫它什么 来这里 我把它捉起来 好 这个把讯息传出去的 我们就给它另外一个名字 那这样的名字 我们就给它什么 我们就叫它 手图 可以吗 但这都是老师自己补充的 接受刺激的部位 我们叫它速图 而今天要把讯息传出去 要依靠的是轴图 可以接受吗 一个刺激讯息 一个做出反应 而国中 我跟你讲 会考的其实只有什么 会考之后 我捲起来那个细胞本体 以这几年的经验来讲 就变成这样 可以吗 好 但是那个什么 就是这个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那我跟你讲 那神经细胞 最主要功用 就是在干嘛 传 D讯息的 OK 这是我们的神经细胞的部分 底下是它真正的拍摄的样子 但你看到这是细胞本体 这是细胞本体 本体里面就会来细胞核 所以细胞核的部分 然后这是我们的神经细胞 会放射出去 这样OK 你要记得 前半部接受刺激 后半部做出反应 传递讯息 看要传给谁 可以 中间都会有个中继 在我们本体 OK 好 你要讲得出来 那我说那个速图 轴图是我自己补充的 那我跟你讲 轴图上面的细胞 你们看到 那有一个一个一个的细胞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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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细胞 有没有 好 这些细胞的发现 也跟什么有关 我跟你讲 也跟许旺有关 所以许旺也很厉害 所以这个 这个叫许旺细胞 这个又有跟它有相关性 可以 好 但这知道就好 这又是高三内容了 只是老师就是 很想要 我们就补充一下这样子 好 那我就介绍 玩这两种细胞了 那最后一个 我要介绍一个比较神奇的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细胞就一定要有细胞核 所以我要在那边跟你讲 我们讲 我们的血液里面 我们的红血球 它长得像是 双凹圆盘状的样子 然后双凹 你看中间有没有一个凹槽处 那我跟你讲 凹槽处 主要它功用是在干嘛 我跟你讲 它主要是在 传递什么 运送 协助运送氧气的 好 运送氧气的 给它帮助我们体内 去输送氧气 而因为我们可能 耗氧量比较大 所以它的红血球 我跟你讲 它更酷的是 你可以告诉自己 它是没有细胞核的 它为了要运送氧气 更有效率 它的核是退化的 所以你可以告诉自己 没有细胞核 可以接受吗 它是没有细胞核存在的 那这样子情况 我们就叫红血球 但我跟你讲 我说它会吸带氧气 但实际上 它更喜欢吸带什么 相较于氧气 它其实更喜欢吸带 易氧化碳 可不可以接受 相较于氧气 其实它更喜欢 吸带易氧化碳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今天 我们今天 如果燃烧不完全的情况下 你看到消防队冬天的时候 都会不断的宣导 因为易氧化碳中毒 就是很常见的一个东西 易氧化碳中毒 你可以补在这边 告诉自己 这个跟红血球会有关 为何 因为它对易氧化碳的亲和力 比对氧气更好 你可以想的比较可爱一点点 你可以想一下 这里是个氧气 我氧气好好在这里 氧气我用不同颜色比好了 来 我一支氧气明明好好在这里 这支是氧气分子 那结果你干嘛 你的易氧化碳进来之后 直接干嘛 它会直接 它会把你的易氧化碳给踢走 踢走 应该说把你的氧气给踢走 然后它自己就做了上去 变成你的红血球 没有再运送氧气了 你的红血球变成在运送 易氧化碳 久而久之 你的大脑等等 是不是就缺氧 那缺氧就可能开始出现 可能意识不清啊 等等的状态 而这样的状态 我们就称它叫做 易氧化碳中毒 所以易氧化碳都把 该运送氧气的红血球霸占走了 所以我们要运送氧气的 结果像氧气运不了 全部都在运易氧化碳 那你身体就麻烦了 因为我无法利用它嘛 可以吗 这叫做红血球细胞 就是补充给你 你知道有这样的 不一样细胞的形态 那我跟你讲哦 你要没有细胞核 其实是什么 我讲其实是哺乳动物才没有 如果你要去讨论其他动物的话 其实也会有 OK 这个补充给你 让你知道 哺乳动物 可以 好 那这些就是一些 比较常见的细胞 然后我跟你讲 你说老师 最长的细胞是神经 那我们最大的 来这个介绍 我们这个影片 就先告一段落 那什么叫做 最大的细胞 来我跟你讲哦 最大的细胞底下了 那这些是老师 一些比较专业的课程 那这个 这方面就是我们付费的部分 才会有讲了 不过来我们平常 我们还是会把 基本上所有内容 我都还是会讲掉了 第一个 这是我要补充的 顺便补充给你 我想要分享给每一位同学 可以听到 这个东西 补充一下 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细胞 这个最大指的是体积 那这个就是老师我本人 有些人搞不好还没看过我长 但这个已经是变胖后的样子 然后惨不忍睹 那你就看哦 这是什么蛋 这是鸵鸟蛋 所以世界上最大的 我们写上什么 鸵鸟蛋 来 鸵鸟蛋的什么 鸵鸟蛋的这种软细胞 所以鸵鸵鸵 突然忘记鸵怎么写 所以老师你怎么都不动啊 因为鸵我忘记什么 鸵鸟蛋 然后这是什么细胞 这叫做软细胞 那整体而言 它的大小非常的惊人 这是土鸡蛋 而且我跟你讲 鸵鸟蛋摸起来超像摸瓷砖的 我当年 我当时我手上这一颗 我手上这颗我花了800块买的 就我这颗我花了800块买 你不要给我写笔记 然后拉写800块 不要 我是跟那个专门在繁殖鸵鸟的农场定的 我就问他们说我可不可以买一颗受精蛋 所以我这颗蛋其实是受精的 我原本不打算吃的 你说老师你好浪费哦你拿来吃 我跟你讲我原本没有打算拿来吃的 我原本是要干嘛 我原本是要孵它 因为我跟你讲我有一台4000块超高级的孵蛋箱 我那时候很认真的想要孵它 然后我就我原本想要孵 结果我跟你讲我这颗蛋大概在我们家餐村 大概活不到一个小时 因为我那时候在拍照 然后我儿子就跑过来 他就在那边 爸爸这是什么 那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那时候才两岁吧 那我想说给两岁小孩 拿鸵鸟蛋拍照很有趣 那个鸵鸟蛋快比他头还大了 那我就拿给他 结果他拿着我就好可爱哦 然后我就拍了一两张照片之后 鸵鸟蛋就掉在地上了 而我以前在网路上看过一个谣言说 鸵鸟蛋掉在地上不会裂开 我跟你讲这真的是谣言 他一掉在地上就变右上角这个样子 而且我跟你讲哦 这拿锅子来煎是多夸张 我跟你讲根本煎不了 因为其实蛋 它的那个软黄被有点受损了啦 所以它没办法完整的形状 那你想要煎荷包蛋吗 不好意思不可能 因为它的那个蛋白液 你看这个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蛋白液已经是大概三分之二的状态 有三分之一其实当时撒在地上了 所以这是我抢救后的结果 那我跟你讲煮出来的蛋 腥味超重 就超新的 你基本上完全吃不了 知道吗 所以这种东西基本上你是完全无法吃的 这个你就只能 就只能看啦 我觉得以后如果你说 你想要买一颗鸵鸟蛋藏鲜 我觉得 除非你知道怎么烹调吧 要不然我就很想单纯的 用荷包蛋的方式去动它 绝对不好吃 所以超级可怕的 这大概我这辈子吃过最有心的蛋的味道 或者鸵鸟蛋 那我们就是没有缘分嘛 要不然我家原本应该也要一只小鸵鸟才对 好所以我跟你讲最长的细胞叫神经 而最大的细胞我补充给你 叫鸵鸟蛋的软细胞 可以 这是世界上最大 这样一颗 里面那个软黄 就里面那个软黄的那个构造 它就是一颗细胞了 那一颗细胞就叫软细胞 所以我确认一下好了 你就帮我把这个 来这个写完 我们这个影片就先告一段落 你帮我这样画 然后里面就帮我写软黄 那我跟你讲软黄就是什么构造 我跟你说 软黄它就是细胞质 OK 里面会有小白点 这是细胞核 这个是小白点 小白点叫细胞核 这个我们以后会更仔细的跟你讨论 小白点是细胞核的构造 那最后这一层膜就细胞膜 最后就是细胞膜 这个在我介绍完细胞构造之后 你再回头来看它 会比较有感觉一点点 OK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于细胞学说的发展的介绍 还要讲解几种 比较特殊的细胞 那我跟你讲 如果觉得这影片不错 那记得 按赞 按赞 按个赞 按个订阅这样子 那未来如果你有任何生物问题 我们影片都会逐渐这样更新 你都可以来这边看 如果觉得真的很不错 你想要学更深一点点的话 也欢迎支持我 就跟老师联系 那你可以购买 也很便宜 一点点价钱 就可以购买付费影片 那在付费影片 会讲解就是像上面那种 你可能 老师我很感兴趣 你怎么没讲 好的一些 加深加广的内容 OK 加深加广的内容 而且老师还会寄全财的讲义给你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 好的 那么影片就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哦 谢谢大家